最新消息还要关心伊朗一名女子艾米尼 因为头巾没有带好被宗教警察逮捕后丧命 这件事情在伊朗各地引发抗争 伊朗当局现在封锁Instagram还有WhatsApp等社群媒体 那么提供给您的画面上可以看到很多民众走上街头 大喊的是女性、生命还有自由等标具 22岁的艾米尼去世的消息引发伊朗民众的怒火 出现了将近三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潮 而这场抗争延烧了六天 伊朗政府展开镇压行动 目前至少有31名平民不幸丧生 而伊朗政府也从周四晚间开始封锁国内的网路 在伊朗是没有办法登入Instagram还有WhatsApp等等是被封锁的 而且这两个软体是伊朗境内目前最被广泛使用的APP 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可以恢复通讯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